2、4、6、8、4、4、5 公車還沒到位 很多學生就已經騎在路邊等公車來港 如果出過這班公車 就要麻煩加渡載到保利上口 人愛鄉法庭穿到位很開始 正是有客運公車行輸到保路 這班公車 是保路一直等了30年 才等到的好消息 哇 那很興奮 昨天看到第一班來 很高興 希望能夠達到 運輸學生啊 大家做方便 就不用自己運送 不載送 然後也在金錢上 在車資上啊 就便宜多了 家長接送這樣 以前沒有公車的時候你們怎麼辦 就是去住宿啊 住宿啊 那住宿的花費會不會比現在每天搭公車還做 很多啊 30年前法庭穿其實是有公車行輸 只是後來因為道路狀況不好的因素 公車停止行輸法庭穿這條路線 經過電風度年的經驟 路空也改善到一個程度 客運自九月份開始 中心會讓行輸保利到法庭穿的路線 目前這條路線呢 它是從早上5點40分發車 從鋪裡發車到法治 那法治這邊是發6點半 主要是配合學生上下課的時間 公車回合行輸 在接受的就是部落來的學生 每搭車處可以說是搭搭客碼 當然這條路線的開票 主要是方便學生前往保利上課 讓家長生下每天來回接送的麻煩 即是一天只有早晚兩班 保洛基民希望可以增加公車行輸的搭出 因為這條路線是南投線的第一條市區公車 所以我們就把它編號是個一路 那也希望它之後會有二路三路更多的市區公車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服務更多的居民這樣子 保洛基民技術 除了學生上課方便 保洛來很多老人也有多公車的需要 目前兩班廚幸適的時間 老人會比較不方便 來當政家班廚 保洛基民的交通就更加方便 接著王朝聖蔡宏報道